Hello各位车友大家好 这里是飞翔房车俱乐部 我是R20 在今年三月份 在房车圈里边 有一个新名词诞生了 那就是铁C新概念 这个新名词的出现 也使得房车 向家庭自用车的这种工艺 更靠近了一步 但是飞翔房车在发布完新车型之后 也并没有停止不前 并且它在这几个月当中 进行了不断的迭代更新 不断的创新 这也是咱们前两期视频里边 大家所看到的 那么今天截止目前 全新的铁C新概念这款车型 来到了大家的面前 这款车是基于福特全顺 新世代Pro这款地盘 全新打造 长度是5米995 宽度是2米3 高度是2米8 整车的通过性是非常好的 它是可以通过2米8的向高杆 再来看一下整个的外观 从外观上看起来 也是非常低调的 然后并且是有一个大的亮点在这 就是整车的外观的这种工艺 是采用冲压焊接等等这些制作而成 所以说和家庭自用车的这种安全性 是可以相媲美的 然后在车辆的顶部 配备了一个进口的手动质量棚 然后在车身上是配备了这种双层亚克力真空的这种外推窗 即使在咱们下雨的时候 也可以方便打开窗户来看一下外面这种美丽的风景 然后在后边在这个位置 有一个是咱们的一个加油口 这个加油口是咱们在这辆车上可以选装一个汽油的发电机 这个其实是一个汽油的一个加油口 车身的尾部是可以选择后爬梯和自行车架的 第一个可以满足咱们登高望远的这种需求 然后自行车架也可以满足您最后一公里的这种需要 然后在车身的另一侧还配备了试电的接电口 还有咱们的加水口 打开中门之后 在这里有一个是咱们车外的这种户外灶台 并且还配备了一个防纹的纱窗 这样就能避免了蚊虫所给我们带来的困扰 并且还有一个要给大家说到的就是 这个舱门也是采用的原车的中门 然后在这里 这个户外平台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设计 并且它是充满了这种科技性 别看这个门板比较小 但是通过我的一番操作之后 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户外灶台就呈现了 在这个位置可以放上咱们的原车标配的柴油炉 并且它是采用的油箱里边的柴油是直取的 所以也不用担心燃料给我们带来的这种困扰 进到车的里边在惠客区的这块区域 也是采用的两个非常宽大的这种航空座椅 并且是八项可以调节的 包括它的前后的滑动 还有这个靠背的调节 并且还有一个侧滑来供咱们使用 然后在我的左手边 就是咱们折叠的这个小桌板 平时收纳起来之后 腿部的空间是非常放松的 然后使用起来也是非常的方便 轻轻一按 这个小桌板它就可以顺利的打开了 再通过抽拉以及把这个桌腿放下 然后把这个小桌板翻过来 这样非常大的一个餐桌就呈现了 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个窗帘这块 窗帘里边还做了一个这种沙帘的一个设计 看起来也是非常的美观 然后户外的这个窗户 它也是采用了有一个防纹的纱窗 然后往上是这个遮阳 并且也是采用的外推窗的这种双层真空的这种设计 然后再往上是两个非常大的一个储物空间 并且再配合咱们车顶上的这种氛围灯的设计 整个的看起来也是非常的美观 在中门的右手边 咱们这个位置做了两个小桌的储物空间 然后并且搭配了这种罗马柱的这种状态 以防咱们放在里边的物品容易滑落 然后下面也是有一个非常大的储物空间 也可以收纳一些咱们正常用到的物品 然后在车辆的底部 这个位置做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地轨 在这里你可以把鞋子放在里边 然后或者说你放一些咱们车内用到的工具 在中门的右手边就是咱们的内置厨房区域 内置厨房这儿配备了一个带盖的洗菜池 咱们可以在这里冲成水果洗洗菜 并且水龙头是一个冷热可以调节的 然后再往右是有一个咱们的内置的柴油炉 它同样的也是10档可以调节 并且最大的活力值也是可以达到5000瓦 然后再往右边有一个净水器 也就是咱们的指引的水龙头在这里 并且在这里要给大家说到的是 指引设备是采用的反渗透的一个设计 然后上边是有一个下沉式的抽烟机 大家应该能够注意到 油烟当到达这个位置的时候 它会被顺利的吸走 所以说它并不会往上面飘 而且咱们做饭的女主人 再也不用担心变成黄脸婆的这种危险 然后再往上边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储物空间 您在这里可以放放咱们的干货 调料品等等都是可以的 并且在厨房的下个区域 大家也能够看到 这个里边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抽屉 碗块也同样可以放在这里 然后下面还有一个 是内外贯通的这个储物空间 在厨房的后边当然是咱们厨房必备的这种电器设备了 然后这个位置是有一个96升的超大容积的一个冰箱 并且是12伏的 然后上面这个位置是有一个进口的微波炉 可以热热早餐啊 画画冻啊 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并且上面这个位置也是配备了咱们新风系统 这样呢您在外出行的时候啊就能够时刻保持车内的这种新鲜空气 然后在这里还有一个非常大的衣柜 你像女士的长衫 包括男士的大衣啊都是可以放在这个里边的 了解完厨房区域 那么下一步啊就到了咱们的卧室区域了 房车里边肯定要有一张固定床 这张的固定床是非常大的 它的宽啊可以达到1米25 长度呢是可以做到2米 但是我在这儿的区域 相信大家通过镜头也能够看到 是非常的宽松的 所以啊在这个床的部分 咱们加了一个拓展的机构 可以呢把床给拉出来 然后再铺上咱们这个垫子 这张床啊可以说睡上两个成年人是绰绰有余的 在主床的上方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柜子在这里 它呢是可以电动升降的 当咱们平时出行的时候啊 因为一年四季的衣服 一年四季的被子啊都是需要带的 所以说在这个上面是非常大的一个收纳柜 但是当您应急的时候 只需要我手指的轻轻一按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床呢 它就缓缓下降 打开之后翻下这个翻折板 哎一个90公分长以2米的单人床就出现了 在这里啊要特殊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的承重大家是不用担心的 承重可以达到300斤 在这辆车的尾部就到了卫生间的区域 打开卫生间之后呢 上面是有一个双向的换气扇 来供咱们使用时刻保持卫生间里边的新鲜空气 然后在侧面有一个全身镜可以提供咱们化化妆啊 这些都是可以的 并且啊它还有另外一个功能 打开之后就是一个翻折的洗脸盆在这里 然后下方呢配备了抽拉的合适马桶 看到这里不知道静通年的您是否心动了呢 在节目的最后啊 再来给大家汇报一下这款车的电力设备 标配的是600安时的锂电池 还有3000瓦的凝变器 顶部呢还有300瓦的太阳能板 如果说您对这辆车还比较感兴趣的话呢 欢迎您在我们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评论 我们将会一一的回复大家 好了今天的节目啊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见